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萬代30NS 組裝少女星座戰裡面的 阿路卡卡爾提四重咒模式 死嘅 那這個算是30NS的一個大拳套的版本 那它就是有三個表型啊 手型還有腳架跟這些配件啊 所以算是很划算的 而且它的厚度也跟一般的SG剛斷差不多 完成這個就是阿路卡卡爾提的素體的狀態 那造型呢我覺得就中規中矩了 那基本上跟這個編號第一號的利衰塔 算是同型的素體啊 所以兩隻的感覺就是差不多 那這兩個素體除了配色不一樣之外呢 那包括他們的胸甲的造型也是不太一樣 那轉到側面來看呢你就會發現 其實阿路卡的胸部的大小有比較大哦 那這隻利衰塔真的就是比較扁一點哦 那這件事情真的是蠻重要的 當然它還是有附贈利衰塔的胸甲啦 所以就可以證明它們兩個素體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都已經變大了 幹嘛還要縮小呢 那包括它們的髮型其實也是一模一樣的 那除了配色不一樣之外 那眼睛的部分就是利衰塔比較可愛一點 因為它的眼睛比較大 那這個阿路卡的眼神呢就是比較呆滯一點 然後它也沒有腮紅 所以兩隻的眼神的話這隻比較有活力啦 除了剛剛的藍色瞳孔的表現之外 還有這個紅色瞳孔的眼睛 那看起來比較有仙氣一點 還有這個紅色眼睛的害手表現 那我覺得這個表現呢就比較生動一點 真的非常的棒 那關節可動度方面呢 各位就去看利衰塔那一篇就知道了 因為它們的素體的結構都是一樣的 肩膀手腕還有大腿的環 我是先接這個有凸點的 因為到時候著裝的時候比較方便 髮型的話可以換成這個有帶頭罩的 但是我比較不太喜歡啦 因為看起來太像頭太懶了 那這個是只有聰明的呢 常常看得到的國王的腳架 沒有啦 這個是萬代祖傳的鋼彈用的腳架 但是我覺得它跟這個30MS有點不太相容 主要是這個凸軸做得太慘了 所以它插入它的腰間的時候呢 就是硬整個沒辦法插到底 結果感覺很鬆啦 就是很容易就剝掉了 不是很喜歡 跟力學塔一樣有附贈這個貓尾巴 手型除了本來的握武士的手之外呢 還有兩個握拳的手型 兩個筆畫的手型 兩個筆葉的手型 兩個手圍章的手型 還有兩個打開來的手型 完成 這個就是阿魯卡卡爾提的刺蟲咒模式 那我覺得造型呢 比想像中的還要更帥一點哦 尤其是背後的噴射是非常大一個 非常的霸氣 但是它連接後面的這個腰部的直垢 這個卡垢真的做得太長了 所以它在組合的時候真的很鬆 就是剩下一撥就掉了 我覺得很危險 那還好有一個支架可以支撐住這個背包啦 不然就會很容易脫落 它這個背包的關節可動度其實很多 所以你可以擺書書明書看不到的神態啦 比如說打開來就很像蝴蝶的示板 背包上這兩片可以拔下來 那它就是一把小槍就可以把這個握把拔直拉 之後呢就握在手上 就可以拿兩把雙槍看起來非常的帥 但是這個神態就不建議裝這個爪子了 因為會卡到手部 那這把槍的底部 這個像刀片的東西可以轉過來 就很像人天使跟蛋的巨恩劍 這兩片還可以裝到側邊 就是發揮你的創意 看起來更帥 更有飛行式的感覺 那我覺得插到背後呢 就變得洞比較堅固啦 而且這個樣子也比較合理 就很像正義桿燈喔 那這個背包還有一個秘密 就是可以把這一塊拉起來 那它就是很像八能馬的角 那這個神態呢 其實發售之後才告訴你 算是一個隱藏的功能 那這個半能馬神態呢 比較難擺姿勢啦 主要是背後這個背包的卡扣 真的是太鬆了 所以扭一下就掉了 真的很糟糕 還有一個爪子的神態 首先先拿出這個握把 然後這兩把槍都有這個刀子 就把它拔下來 還有這個多餘的背包連接 一樣有這個刀子 把它拔下來 就把三個刀片裝上去 就很像金甘藍的種子啊 那這個應該算是它的招牌武士 就是一個爪子啦 這還蠻帥的 再配上它冷酷的眼神呢 就是很有殺手的味道 雖然這個爪子的握把有兩個 可是十字上呢 你只能組出一個爪子 換到就是要你買兩個的啦 就是還有附贈一個白色的胸甲 那下面有一個洞 就可以裝上這個 斯比納蒂亞的胸甲 算是對應30MM的一個卡榛啦 還不錯喔 還可以加裝一個接點也是裝30MM的 但是那個裝備我就沒有了 所以沒辦法測試 那以上就是30MS 阿魯卡卡爾提的介紹 那我覺得這支的造型呢 跟分色做的還不錯啦 也想像中的好看 但是玩起來會覺得背包有點礙事啦 那基本上史太的地方都還不錯啦 就介紹到這邊喔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